男人走进一家清凉的房间 沙发的女人开始搔手弄姿 吸引她的注意 马仔看着男人没有说话 他觉得对方不像是来这种地方的人 此时老板长矛从外面走了进来 热情了给男人介绍 突然一个女人出来送客 男人眼睛都看直了 马仔瞄懂 拿好用品 男人跟着女人进了房间 打开手机音乐 先来一段舞蹈当开胃闲菜 差不多时 女人主动靠近男人开始工作 而男人则悄悄地掏出了针管 一针下去 女人没了动静 男人是一名医生 他将香格里拉带回了自己的诊所 很快便取下他一个腰子 就在他缝合伤口时 对讲机里传来声音 医生赶紧冲向另一个房间 女儿虚弱地躺在椅子上 他赶紧安慰女儿 安慰完女儿后 就在他准备继续缝合伤口时 这是刚刚上映的新加坡电影《牙龙》 牙龙大家都知道 是新加坡的一条商业街 庙宇多 会馆多 美食多 更以其内五光十色的红灯区文明 五个来自不同阶层互不认识的人 各自为情 为权 为力 上演了一串阴差阳错的追逐与杀戮 命运交织 没有黑白对错 只有利益之争 退休的警察为了当选国会议员 来到牙龙走访拉票 正好被带着员工吃饭的长矛看到 怎么是MP啊 他是这里的警察 听说他辞职了 看你那想参加下一次大选 由于最近经济不景气 新加坡也在经历消费降级 会所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差 长矛欠下了一大笔高利贷 我是Project Angel的负责人 如果你们被欺负 还是遇到什么问题 或许可以帮到你 他是议员的妻子 也是一名律师 致力于帮助底层社会的弱势群体 然而他的这种行为 却引起议员的不满 认为这样会影响自己的大选 两人一直吵到回家 其实两人的关系并不好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实际上议员喜欢外面的女人 而律师跟他一样也喜欢女人 对天香格里拉突然找到长矛 告诉他自己和律师在一起了 他想找长矛合作 找机会拍下俩人的亲密视频 敲诈议员 但他又担心长矛拿到这笔钱后会独吞 于是紧急找了一个男朋友香烟仔 看着窗外的美景 香格里拉很感动 香烟仔直接拜倒在他的石榴群下 答应配合香格里拉的敲诈行动 按照他的要求 埋伏在指定地点 殊不知 香格里拉坐上律师的车这一幕 正好被下班的同事看见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也打了一辆低势跟了上去 他将两人优惠的画面拍了下来 而同样在拍摄视频的香烟仔 无意间发现了同事的存在 为了事情不被暴露出去 他举起了石头 等完成了任务回到香格里拉身边时 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把U盘交给了对方 他们原计划等到大选开始的前一天 再用视频威胁对方 这样可以敲诈到更多的赎金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长毛在这天晚上出了事情 在他打电话的时候 高丽带追债追到了他家里 长毛以为挨一顿打就过去了 谁知患有老年痴呆的爸爸 却在背后给了他一刀 走投无路之下 他只好先把尸体装进后备箱 两人来到垃圾场 可捡垃圾的婆婆始终不走 丢弃尸体的计划也只好放置到一边 他打电话给马仔 如今敲诈议员的事情 也只好提前进行 他瞒着香格里拉 给律师发去信息 开口就要十万块 还附带香烟仔提前拍好的视频 律师担心和香格里拉的事情 被议员发现 趁着议员洗澡的时候 悄悄拿走了十万块钱 律师带着钱独自来到约定地点 打开储物柜 将钱放了进去 但他留了一个心眼 假装离开 又折返回去 正好拍到长矛 拿到钱出来的画面 然后跟踪他来到车前 谁知突然出现一个蒙面男子 抢走了钱 长矛顾不上父亲追了上去 趁着这个功夫 律师来到车前 他拿走了父亲的电话 然后打开后备箱 看到一个很大的行李箱 他打开一看 律师壮着胆子 拍下了尸体照片 另一边的长矛 还是跟丢了香烟仔 原来香烟仔担心女友安全 在门口接女友下班时 恰好看到长矛单独离开 他担心女友被长矛欺骗 于是跟了上去 果然看见长矛想要独吞赎金 所以出手将钱全部抢走 长矛也认出 此人是香格里拉新交的男朋友 马仔来到房间才发现 香格里拉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已经被片头那个医生抓走了 之前长矛带着小妹们 去他诊所体检 偶然间 他发现香格里拉的血型 跟女儿完美适配 这才发生了片头的一幕 长矛回到停车的地方 发现车子和爸爸都不见了 在他寻找老爸的时候 律师的电话打了过来 见长矛不配合 律师直接把他后备箱尸体的照片发了过去 长矛无奈只能丢下手机离开 长矛来到24项 果然找到了老爸 香格里拉再将医生刺伤后 外面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医生只好先将香格里拉绑起来 再去病人家里出诊 与此同时 香烟仔拿着钱来到店里 打算带香格里拉远走高飞 可香格里拉并不在这里 就在这时 他接到香格里拉发来的视频电话 根据视频里的样子 他开始四处寻找女友的位置 挂断电话的香格里拉 转身又把电话打给了律师 香格里拉直接把定位发了过去 此时医生突然回来 再次拿起了手术刀 不然香烟仔出现打晕了医生 临走时还顺便带走了装有肾脏的书包 准备带香格里拉去医院治疗 可没想到 刚一走出诊所 香格里拉其实根本不想和任何人分享 他要拿走所有赎金 此时律师也根据定位来到目的地 香格里拉的算盘打得很响 他摆脱了知情的长毛和香烟仔 然后让不知情的律师带自己离开 可他千算万算 没算到律师已经拿走了长毛的手机 此时长毛用马仔的电话发来短信 香格里拉惊恐地呆住了 知道香格里拉只是在利用自己 律师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绝望之下 他将香格里拉推下了车 准备开车撞死对方 香格里拉这才逃过一劫 可此时虚弱的香格里拉 已经不在乎那笔钱了 长毛这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 与此同时 当律师刚刚发现车里多了一个书包时 医生也在这时赶到 争抢中 书包掉落在马路上 看着书包里已经散落的肾脏 医生陷入了绝望 他把律师带回了诊所 这才发现 此时电话铃声响起 打电话的正是长毛 现在我这边有一个杂魄 他说他的身被割掉 我现在带他来找你 是的 OK 帮他 快 长毛很快带着昏迷的香格里拉来到诊所 无意中 他捡到了香格里拉的手机 这才知道了他想要敲诈的原因 医生趁长毛分神时 想要杀他灭口 两人纠缠在一起 最终长毛失去了抵抗力 此时香烟仔麻醉药失效 也冲了进来 医生见自己的圣医员受到威胁 冲过来跟香烟仔打了起来 两人打斗时撞开了里面的房间 医生这才发现 女儿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他已经顾不得身后的情况 香烟仔细后想杀了香格里拉切愤 没曾想长毛还没死透 甚至还有力气 亲手杀死抢走自己赎金的男人 而长毛和香格里拉也都因为失血过多倒在了地上 诊所里只剩下律师还能正常行动 他拿走了有视频的手机 打开门天已经大亮 离留之际 香格里拉的脑海里 还是和男友香烟仔的美好画面 只是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长毛的爸爸打来电话 喊他一起吃豆花 可长毛已经没有力气说话 回到家的律师也发现 那个装钱的袋子竟然出现在了客厅里 原来议员早已知道了一切 安排人将钱拿了回来 那他肯定也已经知道律师和香格里拉的关系 有把柄在议员手里 他的生活将比以往更加悲惨 生不如死 牙龙有一个逻辑设计特别牛 且完美闭环的故事 但不知道是导演还是剪辑师的奇思妙想 把他的画面剪辑得稀碎 你自己去看这部电影的话 可能完全看不懂 如果他能够按照剧本杀那种人物视角 而不是时间倒序的方式 相信他的评价会更高 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便便车 否则 桥上的公交车摇摇欲坠 车上的乘客们必须尽快自救 随着车尾的人被一个个救出 驾驶室里昏迷的司机危在旦夕 这时有人挺身而出 很难想象 这样一个见义勇为的好心人 竟然是一个名叫士出的黑帮老大 这天他受雇要处理老商户的拆迁问题 自然就和对方请来的律师素贤发生了冲突 商户们则介事怒斥士出是黑心的黑帮 然而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因此化解 士出还被素贤赏了一个大笔灯 在一声声责骂中 士出竟然就这么一见钟情了 还破天荒的带走了自己的这帮小弟 素贤越是在后面骂 士出就越是深陷其中 此后的三个月里 士出就再也没有使用过暴力 而是一改原来的做派 甚至还请那些示威的人吃饭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怕素贤饿着 但素贤并没有领情 反而让他要变就变得彻底一点 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当晚士出就决定卖掉夜总会 转行做正经生意 并很快找到了学习的榜样 小弟说的这个人 就是这个一脸憨厚的老黄 在即将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 他是能打败现任议员 催满秀最有利的人选 作为理事长的老黄 开了一家汤饭店 专门给贫穷的老人提供食物 直到饭店打烊 士出才等到老黄从厨房里出来 还没来得及说明来意 就看到素贤和一帮记者进来 原来他们是来游说老黄去竞选国会议员的 显然老黄并不愿意夺门而出 切而不舍的士出和素贤一路追了十里地 终于在一个孤寡老人家停了下来 老黄和素贤经常帮助这个老人收拾屋子 出来乍到的士出自然也不能让他闲着 忙活了一整天 士出终于可以和老黄坐下来正式聊一聊了 直言想改变自己目前的生活 像他一样改邪归正 做一个别人眼里的好人 对此老黄不知可否 正说着餐厅里有人闹起了事 服务员小哥由于制止一帮混混抽烟 而遭到对方刁难 然而士出的贸然出手 并未得到老板娘的感谢 毕竟一旦得罪了这些混混 是很容易遭报复的 对他的行为老黄也并不赞同 另一边 作为宣布参加竞选的现任议员崔满秀 虽然表面上装出一副服务于基层的模样 贝利里其实勾结房地产商 以全谋司收受贿赂 是个彻彻底底的伪君子 之前士出奉命去拆迁的市场 就是崔满秀与房地产商勾结 贿赂相关部门违规拿到的项目 因为士出迟迟没有完成任务 在崔满秀的施压下 法院颁布法令 定职市场商户们违规阻碍拆迁 违令者罚款50万韩元 崔满秀眼看竞选在即 希望以此方式尽快结束拆迁 因此所有人开始寄希望于老黄 在众人的期待中 厌倦正切的老黄只能答应 并在第二天的时事评论节目中 公布了这一决定 很快 他的支持率就超过了崔满秀 气得崔满秀差点当场暴走 另一边 士出一次次找到老黄 希望他接纳自己 自己一定可以走上正路 但老黄却并没有多少精力理会他 性格豪爽的士出 在这番拉扯中 反倒和素贤一行人打成了一片 但素贤内心却始终没有接纳士出 在他看来 士出就是试图暴力拆迁的黑帮 听闻此言 素贤对士出的形象开始改观 甚至在对方醉酒后的亲吻时 也并没有多反感 很显然 士出早已在不知不觉中 征服了这个跋扈的女人 隔天一早 士出在老黄的家里醒来 在他面前 士出再一次表决心 就这样 老黄安排士出 接手自己的福利餐厅 跟着女儿小黄开始做菜 扎根于餐厅经营之中 尽管士出能忍 他的手下可忍不了 最终罢工扬场而去 士出虽然也很想放弃 但想起当初立下的flag 决定还是继续坚持 甚至连通勤工具 都从私家车换成了公交车 可天有不测风云 士出第一次坐公交车 就发生意外 士出冒着生命危险 去营救命悬一线的司机 可最终还是随着公交车 一起落入海中 好在士出有惊无险地活了下来 本来不想声张 但车内的监控 记录下了他的英勇事迹 记者们很快蜂拥而至 小弟甚至还特地送来新衣服 供他接受采访 就这样 士出成为了本地 见义勇为的大英雄 赶来的素贤 看到他安然无恙 顿时放下心来 也让他彻底对这个男人刮目相看 因为这一事件 让老黄的支持率再闯新高 直接与崔满秀 拉开了12%的差距 游艇上 崔满秀这边的人也开始慌乱起来 为了彻底扳倒老黄这个竞争对手 崔满秀准备耍阴招 叫来了光春帮的老大 赵光春 让他找人除掉老黄这个竞争对手 此人向来和士出不和 当初被士出教训的混混 就是赵光春的亲弟弟 可奈何势力不如士出 赵光春只能拿弟弟撒气 这一次再次因为这个死对头 害得自己这个堂堂帮派老大 公然被催满秀羞辱 赵光春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命人去找几个壮汉 准备对老黄下手 谁知找来的却是三个一身肥肉的杀手 正说着老黄和肃贤进入视野之中 三个所谓的杀手艰难下车展开行动 三个杀手很快就被老黄制服 赵光春不得不亲自动手 持刀刺伤了老黄 危急时刻 士出发现了这里的不对劲 虽然士出及时出手救下了二人 但老黄还是因为身中两刀 不得不住院治疗 崔满秀带人假惺惺的送来慰问 其他人则静静的看着他的表演 敢怒不敢言 因为事发地点没有监控和目击者 这起伤人案调查起来也会困难重重 看着崔满秀得以洋洋的模样 士出顿时想到每次选举时 为他安前马后的赵光春 只身找去了他的办公室 做好心理建设后 赵光春故作镇定地和士出谈话 也时刻否认了昨晚的所作所为 因为三个杀手早已坐飞机逃往了东南亚 士出目前找不到任何线索 只能命人联系找人专业户小马哥 帮他们寻找这三个胖子的下落 部署完毕 士出又回到了医院 当着老黄的面 以动了拳头违背诺言为由 准备自费一只手 谁知老黄不仅制止了他的胡闹 还提出让士出代替自己去参加竞选 这突如其来的唯以重任 让士出有些慌乱 直到肃贤告诉他 自己也和老黄一样 对士出坚持不懈 一腔热血的品性十分欣赏 就这样 士出作为武党派加入竞选 可因为他曾是黑帮的身份 很多人都处于观望之中 与其他竞选者热闹的游说现场相比 士出的激情演讲可谓是无人问津 为了帮他 素贤找到有着多次参选经历的卢女士 虽然他每次都落败 且支持率只有3% 但素贤相信 如果得到他的支持 会让那些观望的选民们重新认识士出 因此特意制造了他们俩的偶遇 士出悲谦的姿态 让卢女士对他刮目相看 开始通过自己的人脉和途径 多方未了解他 发现士出果然默默地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思考再三后 决定退出本次选举 全力支持士出 有了他的支持 士出的支持率果然开始飙升 与第一名催买秀的差距只有不到10% 不仅如此 好消息也接踵而至 小马哥轻松找到了藏在菲律宾的三个壮汉 得知消息的事出 立刻让他将三个家伙带回来 交给警方处理 赵光春听闻此事后大发雷霆 并联系了催满秀 谁知催满秀翻脸不认人 直接就撇清了关系 在面对赵光春同归于尽的威胁时 尽管如此 赵光春也不打算再忍下去了 而为了在这场选举中拔得头筹 老奸巨华的催满秀 决定给士出泼脏水 将偷袭老黄的罪名嫁祸给他 毕竟表面上看过去 士出确实是第一受益人 信以为真的老颂 奉催满秀之命 去和赵光春见面 得知催满秀让他去自首 还要供出士出时 赵光春当时就炸了 却差点害死自己 另一边 就在士出忙于拉飘的同时 崔满秀派人查到 士出在12年前 涉及一场命案的事 素贤拿着新闻报道 找士出对质 如此恶劣的往事 必然会让所有人的努力功亏一篑 然而 就在士出陷入舆论漩涡的同时 素贤却突然被赵光春绑架 以他的安全威胁士出 释放那三个被抓的杀手 这要是放在以前 士出绝对会奋不顾身 可如今他承载了太多人的期待 不能乱来 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 崔满秀一脸假笑地迎上来 当着众多媒体的面大喊冤枉 声称是士出污蔑自己 派人偷袭老黄 崔满秀就是要故意激怒士出 正好借题发挥 大肆呼喊 士出是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接二连三的事情 让士出既愤怒又无奈 跑去赵光春的公司时 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原来 12年前被赵光春失手杀死的 正是士出的好兄弟 如今赵光春人间蒸发 士出决定 以他弟弟黄毛为突破口 得知死人好赌 果然在一个赌场 发现了他的踪迹 设计让他输得欠下一屁股债后 逼他去找躲起来的赵光春拿钱 士出则暗中一路尾随 支持他的刑警得知后 却释出不要出面 如今正是选举的关键时刻 他们会帮他抓到人 可释出担心肃贤的安危 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可不仅没有找到肃贤 连赵光春也并不在这里 原来赵光春把肃贤 关在了码头的一个废弃屋子里 一直努力自救的他 趁着开门的瞬间夺门而出 好在这一幕被上面的士出看到 众人闻声赶来 制止了正欲打人的士出 肃贤则紧紧抱住他 终于让他冷静了下来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12年前的命案 与老黄被袭案得以告破 赵光春被捕 士出则顺利洗脱嫌疑 而崔满秀也因勾结黑道 知识率一再下跌 成为了众矢之地 士出则在历经所有磨难后 在所有人的期待中 再一次站上了演讲台 赵光春被捕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事初顺利当选国会议员 不仅收获了事业 也收获了爱情 一边喝着闷酒 一边开车的催满秀 则惨遭茶酒下 本想用国会议员的身份 强行过关的他 却遭到交警的一顿嘲讽 这都是混血的 快快快快快快 那你这人是好人的吗? 那是 我回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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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见你 我看不见 我回见你 我回见你 你是这么做的 自然的 我回见你 我回见你 自己是 自己的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你 你 你这些事 我自己的事 我做的事是 你一定的事情 故事的最后 猖狂一世的崔满秀 在监狱里和赵光春两兄弟重逢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贺叔正狠狠教训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混混 谁蹦打得越快就被贺叔打得越狠 见小混混还想跑 贺叔踩着腿用斧子来了一下 其他小混混看贺叔这么凶残 连往前走一步的勇气都没有 平时不当杀手的时候 贺叔就躺在豪宅里读读书喝喝咖啡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可妻子却非要找点事 说是要贺叔帮忙照顾一个孩子 不过这孩子年龄还有脸大 已经17岁 是妻子一个朋友的女儿 那位大姐和丈夫离婚后 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 所以想请贺叔帮帮忙 妻子便解称 对方家里房子太老总是漏水 因此趁着旅游的机会 正好可以装修房子 如此离谱的操作 妻子似乎并不愿深究 把地址和电话交给贺叔 还替他安排好了行程 明天把妻子送去机场后 就去那孩子的辅导班接他 安排在二楼住下就行 这哪是商量 根本就是通知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第二天送妻子和那位大姐去机场 被奖励了一枚相吻 就匆匆挥手告别 贺叔此时还不知道 自己差点掉进这位大姐的圈套 在补习班门外等到天黑 终于等来那个所谓的孩子 什么孩子 这根本就是花季少女 这位叫金允智的少女 还带来了一位朋友 按正常逻辑 哪个正常人会把自己家17岁的女儿 托付给一个陌生男人照顾 这种年纪的女生 正是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冲动 但心智极不成熟的时候 身心发育的不平衡 会让他们很容易产生错误认知 允智说要在闺蜜家留宿几天 正好如了贺叔的意 在钱包里塞了一打钞票 告诉允智 有事情就给自己打电话 贺叔也没想那么多 回家就闷头大睡 可大半夜又被手机吵醒 是允智打来电话 说自己肚子疼 恳请贺叔帮帮自己 听起来根本不像是肚子疼 倒像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 等贺叔匆匆赶到 竟然看到允智和男孩在约会 而且允智还对男孩介绍说 贺叔是自己的舅舅 学长居完工就开溜 这是什么情况 结合允智种种异常行为 贺叔一整个大无语 可允智根本就不搭理贺叔 轻描淡写让贺叔赶紧回家睡觉 贺叔也拿这种青春气的学生没办法 况且也不是自家孩子 没出事就行 也不管女孩到底在和谁聊天 转身上车离开 在后视镜中 看到女孩上了几个鬼火少年的机车 谁家正经学生大半夜 还在街上和鬼火少年玩 还是那句话 不是自己孩子 贺叔不便插手 但他在路口看到一个喝醉的女人 被偷拍戏耍 终于还是忍不住动了侧影之心 万一那孩子真出了什么事 良心也会不安 想到这里 他立刻冒着扣分罚款的危险 调转车头 其实早在给女孩塞钱的时候 他就把定位装置放进钱包 跟着导航 很快就能找到地方 结果发现允智正在被不良少女劝入行 原来那位彬彬有礼的学长 根本不是什么正经人 就是在这一片专门忽悠无知少女 然后用欺骗和暴力 让他们去做皮肉生意 像允智这样的女学生 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 就在宁死不从的允智要挨打时 贺叔终于出现 学长用小刀戳过去 结果被贺叔当场教做人 手下的小混混们没一个能打的 贺叔让允智和闺蜜先出去 一个人留在溜冰场解决问题 不良少女虽刺伤贺叔 可反手就被贺叔一拳打在面门 这种小伤口 对贺叔来说洒洒水 打晕这些人 也算是给他们点教训 可搞出这么大阵仗 还差点把自己搞没的允智 就跟没张脑子一样 嚷嚷着自己饿了要吃饭 又是好奇 为什么贺叔这么大年纪还没孩子 是不是不能再生了 又是好奇贺叔到底是干什么的 开豪车还住这么大房子 难不成是做大生意的 隐智在学校属于边缘人物 也没什么其他朋友 打算以后的三周时间里 就一直住在贺叔家 这可给贺叔反够呛 这么能惹祸的孩子 指不定还会出什么事 但贺叔没想到 事情已经来了 晚上开车路过那间溜冰场时 被警察拦下来 说是这里面发生命案 死者是被用刀捅死的 看贺叔的车 好像经常路过这里 按规矩要拦下来巡查盘问 不管好人坏人 毕竟这是命案 所以这件事很快上了新闻 而且警官第二天就亲自上门 上面显示 案发前贺叔的车恰好经过 而且贺叔的车前面 就是那几辆鬼火少年的摩托车 然后当晚就发生命案 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可贺叔毕竟是专业杀手 谎称视力不好 没看清楚 而且就算是警察 也不会记得路上遇到过哪些车 见贺叔心理防线这么难攻破 警官换了方式 他们早就调查过贺叔 并没有子嗣 那昨天同行的那位妙龄少女又是谁呢 因为允智一直都穿着绿色卫衣 警官猜测 昨天晚上摩托车后座上的就是允智 贺叔打了个马虎眼 说自己也不能肯定 反正昨天自己一直和允智在一起 要是警官想见允智的话 那就得等确定允智和案情有关后 再过来见面 否则会吓到孩子 贺叔之所以如此维护允智 是因为他之前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那也是一位妙龄少女 也是被同学排斥 所以在遇到允智后 贺叔心里隐隐有种想法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允智出事 不过心软的贺叔把一切想得太简单 这不是单单的校园霸凌事件 昨天脸上挨一拳的不良少女打来电话 人确实不是贺叔杀的 但刀上确实有贺叔的指纹 真要是被警方发现 贺叔还真就说不清了 不良少女威胁贺叔 必须一小时之内赶到指定地点 否则那把刀就会出现在警察局的办公桌上 一个职业杀手 能被一个不良少女这么威胁 贺叔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 他得教教这群小年轻怎么做人 临走前把一个定位手环交给允智 骑上摩托 风驰电车到了一栋楼前 这里很安静 一个人都没有 但从地上的小广告看 绝对不是什么正经地方 就这房间里的照片 和混混们不三不四的样子来看 还真是找对地方了 因为允智的钱包被不良少女拿走 贺叔正好跟着定位找到这处房间 随手把光头打趴下 一酒瓶摔在光头脑袋上示威 贺叔也不想要别的 只要把小刀交出来 大家都不会有事 要是还不配合 光头的胳膊可就保不住了 男人虽然扔出小刀 但同时还有后招 小别三还想和贺叔拼一下子 完全就是不自量力 直到走进内室才发现 这里可不只是有几个小混混那么简单 一个蛮有实力的杀手潜伏在此 可惜遇上贺叔也只能认栽 小刀已经拿到手 贺叔也不想再惹事 江湖上多一事永远都不如少一事 可他晚上回家 才发现情况有点不妙 屋里多出很多莫名其妙的脚印 一定是允智被人家掳走 根据手环定位急匆匆赶过去 仰头就看见一间亮着小粉灯的窗户 进去一看 这里果然不是什么正经地方 而且隔壁房间还传来女孩的惨叫声 女孩正是允智闺蜜 贺叔还想询问允智的行踪 外面就传来异想 是那个不良少女想要逃跑 被贺叔抓着脑袋按地上 出来混的讲屁话没有用 谁手狠谁才能说话算数 在贺叔的手下 没人能不开口 不良少女和那个学长这伙人 都不是什么好人 专门诱拐一些无知少女 做皮肉生意 总有些冲动的少年 喜欢离家出走 结果没多久钱就花光 一时想不开 就靠出卖肉体为生 赚到钱就花 花完继续接客 不良少女干的 就是这种中介生意 这个旅馆就是他们的窝点之一 见他东拉西扯 就是不肯说允智的下落 贺叔摸上他的大腿 这种肉体上的痛苦 让人无法承受 不良少女终于说出 允智被藏在一家 名为别告诉爸爸的旅馆 那是一家高尔夫球场附近 但究竟是谁点的允智 只有那里的人知道 贺叔没有继续为难不良少女 告诉他一会儿就有警察来 便骑上摩托车 去往那家旅馆找允智 可是等警察发现不良少女的时候 双腿已经多了很多致命伤口 人也已经断气 贺叔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人陷害 只想尽快从旅馆把人救走 所以才会发生 开头和小混混搏斗的那一幕 那群小混混人太多 贺叔也不拖大 一个人一把枪 贺叔此刻宛如发个附体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再加上抢来的一把小匕首 左手枪 右手刀 刀枪齐出 鲜血镖 碰到这么一尊杀神 小混混们打不过就想跑 被贺叔拿枪当场逼停 问允智到底在哪里 三人还以为贺叔好说话 结果赢面就是一枪 当着剩下两个的面 贺叔明明白白告诉他们 先说的人才有机会活下去 最后这人差点吓到尿裤 跪在地上疯狂磕头 终于说出 自己虽然不知道 但保证可以帮忙打听出来 自己大哥就知道下落 要是大哥不说实话 就去他儿子幼儿园搞事 还没等贺叔同意放过他 这小子的大哥 就被人从楼上扔下来 所以这小子也没有留着的必要了 一个黄毛缓缓走出旅店 现在只有他才知道允智的下落 黄毛说允智和那些孩子 都在一处港口 他自信 说了这些贺叔也不会有命去找 贺叔也不恋战 随便踢一脚就跑进旅馆 知道黄毛是个高手 只能智取不能硬拼 黄毛健壮立刻也追了进来 这家伙很可能在哪个特种部队 待过一段时间 这身手可一点不像是自学成才 贺叔临机一动 拉过绳子就跳下去 竟然刚好缠住黄毛 等贺叔落下去时 黄毛也已经被活活勒昏过去 让人没想到的是 那位警官竟然出现在现场 贺叔不想掰扯这些 只想尽快找到允智 警官如今不分青红皂白 就认定贺叔是凶手 实在是有被法治精神 准确来说 贺叔最多只能算是现场目击者 警官不但被贺叔抢了枪 甚至还被双手靠在车里 那张老脸都要丢完了 但贺叔的小心机可远不止于此 这位收黑钱的警官还有大用 根据黄毛昨晚说的港口位置 贺叔在这里看到很多集装箱 已经有女孩被装进去带走 贺叔远远看到 对面车里的女孩就是允智 立刻全速冲过去把车撞翻 爬上车顶也不废话 收拾完小喽啰们 才终于把允智救出来 重见天日的感觉真好 可他立刻就遭到对方的疯狂撞击 还好闪身躲了过去 对这家伙没必要客气 但现在还不能杀他 从他衣服口袋掏出手机 找最近的通话记录打过去 车里警官的手机竟然响铃 远处警方大批人马赶来 收黑钱的事要是爆出去 必然前途尽毁 而现在贺叔恰好需要这么一个 能帮自己把所有后事处理好的警局内部人员 于是俩人达成协议 贺叔躺在担架上 称为受害人被拉走 忙了这么一大圈 总算允智没有大碍 昏迷两天终于醒过来 天越来越阴了 外面的雨也越来越大 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到此为止 不找到是谁要允智去陪试 绝不能善罢甘休 等会儿警方可能会过来问话 贺叔交代允智 知道多少说多少就行 完全不用刻意隐瞒 青春期的允智什么都不懂 但他也知道谁对自己好 渐渐的似乎对贺叔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愫 可贺叔真是一点没有老牛吃嫩草的想法 他明明白白告诉允智 要是感激的话 就想想怎么把住院费还给自己 以后少见面 等上班赚钱了会到自己账户里就行 现在贺叔有警官帮忙 之前的那几件案子 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但贺叔也抓住警官的把柄 那晚和黄毛对打时 意外发现车子后备箱里 有那个不良少女的尸体 根据这些年当杀手的经验 贺叔推断 是黄毛怕不良少女把事情供出来 所以才会下了狠手 然后嫁祸给贺叔 而警官是受黄毛所托 想去把不良少女的尸体偷偷处理掉 现在算是互有把柄在手上 这才是最佳合作时机 贺叔可以给警官一大笔钱 但条件是必须知道 是谁点名要找允智配客 凭感觉也能猜到几分 这事估计涉及到一些高官 那不是靠一把匕首一把枪就能解决的 所以贺叔找到昔日好友 请他帮忙 看能不能从黑市搞来一把枪 法治社会动刀动枪不是什么好事 但好友开口又岂有不帮忙的道理 现在距离妻子旅行结束 还剩一周的时间 最好能在妻子回来前 把整件事情办妥 不然等他们一回来 牵扯进去的人更多 到时候被人家发现软肋 事情就会很难办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但贺叔向来用钱大方 有些情报就得舍得花钱买才行 在超能力的作用下 警官打听到一些隐秘 暂时还不知道点允智的人是谁 但是如果允智被俄国黑帮带到海生外 就会接着被带到一个叫朴亨珠的男人开的酒店 一手咖啡一手枪 这是贺叔的祖传秘方 朴亨珠已经被收拾得妥妥当当 刚好这时 被注为朱妈妈的电话打来 在贺叔的要求下打开扩音 对消音器顶着脑门 朴亨珠老实交代 只知道那位高官是个法官 但这十年间自己从来没见过面 可以拿人格保证 只知道自己用各种手段掳掠来的高中女生 会被专人送到一处博物馆旁的度假村里 专门供那些上层人物享用 最近搜集的人数有些不够 所以才问那些俄国黑帮要人 就连那个黄毛都是从俄国黑帮过来的 朴亨珠被一枪送去另一个世界 搞文化交流 贺叔心里开始出现一个大计划 这些犯罪分子盘踞的酒店不能留 请来昔日同行业的朋友 帮忙收拾干净所有痕迹 顺便还把下一次的清扫工作也预约了 搞定这些 终于能腾出时间去看看自己预约的枪 因为帮忙搞来这些东西的美国中介 凌晨就已经坐飞机离开 所以这些枪没有三包 也没有七天无理由退换 运气还不错 箱子里的东西是正品 这些全都是被分开的零部件 朋友按照网上搜来的攻略慢慢组装 看得贺叔一阵头大 这小子号称自己是30年经验的枪械专家 现在连这种小事都搞不定 这时允智从医院打来电话 说和自己一同被绑架的闺蜜 竟然走了窄路 而且闺蜜妈妈把这一切都怪罪到允智头上 贺叔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发生那种事谁都不想的 他只希望允智不要再出事 而且还拜托警官 调查了允智的家庭情况 意外听到一个消息 无但如此 警官还查到 朴亨珠所说的那个法官 是高层的一名法院院长 整个家族都很有实力 在政界相当有影响力 贺叔不是怕对方有多大势力 他只是想搞清楚对方是谁 身边有多少保镖 至于位置多高 家族势力多大 这些对必死之人有用吗 况且那种人都那么有钱有势了 还要干出这种龌龊事 贺叔就是要替天行道 在法官聚众开海天盛宴的度假村里 贺叔用狙击枪疯狂干掉外围守卫 顺利潜入度假村内部 本以为能一路杀到那个法官面前 没想到老谋深算的贺叔 今天竟然遭遇被刺 法官的保镖们将贺叔团团包围 由黄毛亲自带着送到法官面前 已经身陷绝境的贺叔 此刻仍然不服输 他要再次确定对方身份 警官的背叛不难理解 一边是野生杀手 另一边是有权有势的法官 投靠哪方答案显而易见 为表忠心 警官保证会把贺叔的死伪装成意外 绝对不会有任何后患 只要能巴结上法官这样的大人物 昔日那些受贿的黑料 根本就不算个事 权力不就是在这种时候下用的吗 可警官还是低估了贺叔的身手 穿过走廊就被摔在地上 贺叔随便在地上捡跟桌子腿 就能收拾这些小喽啰 对背叛自己的人 从来不需要留情 而且整件事 从一开始就是贺叔的计策 现在就剩一个最大的对手黄毛 这小子受过特种部队的训练 有时候甚至能压贺叔一头 但俩人毕竟身份不同 一个受雇于高官 久迟肉林的生活掏空了身子 黄毛出手始终少了一股锐气 此时已经可以宣告贺叔胜利 但黄毛还想抢过匕首放手一搏 被贺叔在七步之外交作人 一脚踹出去 凉凉的黄毛鲜血染红整个泳池 度假村的隔音效果太好 法官刚享受完年轻肉体 还不知道这一切 一出门就被贺叔堵在客厅 这似乎已经是必死之局 可法官还想再拼一下 声称自己就是下届大法官候选人 要是贺叔肯抬抬手放自己一马 这个人情保证以后对他有莫大的好处 到时候只用一通电话 以前的所有负面信息将和贺叔无关 甚至以后可能发生的黑料 也保证和贺叔没关系 会如现在大家一推二五六 清清爽爽重新做人 贺叔又不是傻子 只要今天自己答应这个条件 走出门不到半个小时 保证会遭到大批杀手的围攻 这位法官今天可以把警官和猪妈妈 抛出来甩锅 明天同样可以把贺叔抛出来 对这种毫无信誉可言的人 只能用子弹说话 此刻的贺叔在杀戮之中绽放 如黎明中的花朵 但还有最后一个人没有解决 就是那个猪妈妈 伪装成妻子的好朋友接近自己 绝不可能有好意 猪妈妈原本的计划 是用允智诱惑贺叔 但她低估了贺叔的原则和正义 在贺叔的要求下 车子开到郊外 贺叔答应猪妈妈 自己会把允智照顾长大成人 但干坏事的人绝对不能留 贺叔那位傻白甜妻子终于旅行结束 家里多了一个17岁的大女儿 一家三口从此开启新的人生 非常杀手整个剧情有两个比较大的漏洞 一是猪妈妈派允智去色诱男主 可从允智的各种反应来看 明显是不知道这个计划 由此推定 猪妈妈是想靠允智的美色 让男主主动上钩 可她凭什么就能认定 男主一定会把持不住 而且男主妻子为何就偏要去旅行 让自己老公和一个妙龄少女单独待在一起 难道是妻子和猪妈妈合伙密谋 这是bug之一 其二就是法官竟然对男主完全不设防 伸手这么好的一个人被带到眼前 就算不用手铐 好歹也绑根绳子吧 结果什么措施都没有 保镖被人家一一反杀 自己也命丧枪下 坐上大法官位置的梦戛然而止 不过毕竟爽篇不能太较真 金钟罩铁布山护体的男主发哥附体 从头杀到尾连点擦伤都没有 倒也真是符合主角不死定律